謝東銓這日來到電台為新歌宣傳 最近隔緊澱粉質減肥的她 就說最大挑戰是要在MV裡面吃麵 其實那一陣子我在拍電視劇 叫《香港愛情故事》 那一陣子大概十一二月 我知道要拍這個電視劇的時候 我專門要減肥 我一減肥的時候 我完全什麼都吃不到 因為我割了糖 我割了澱粉質 所以我看到一半面的時候 我的頭都吐了 那她吃的時候 其實我有些衰 有些浪費 我吐出來的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 因為要拍電視劇 盡量配合那樣東西 但所以說出來的成績都好 我手二十多磅 所以現在我繼續拍電視劇的時候 繼續保持 希望可以保持這個狀態 因為發現原來手真的好看很多 另外提到好友何硯絲 日前去完電台宣傳新歌之後 就出現發燒症狀 謝東銀又有沒有問候一下對方 我都剛剛收到這個消息 我轉頭會WhatsApp 說她有什麼環境 我近來都沒有什麼 看見她 但我聽剛才同事說 原來她昨天都在公司裡 希望她小心 我剛才聽她們說 好像都退了消 我相信她應該不會確診吧 如果就算是的話 年輕人應該都可以的 但要小心 還有奉勸所有的朋友 盡量少出街 和少聚會